各位冬奥会计在线的学员大家好 我们增值税的过山车呢正在高位翻转 这一讲呢我们继续要学习全面引改增之后 比较复杂的和预交有关的规则 增值税预交相关规则 在前两讲我给大家曾经打过基础 同时提示大家有几句口诀是你一定要记的 那么这一讲我们依然要用到相关的口诀 就是一般计税方法 建二租三转让五 简易计税方法 建三租五转让五 那么建和转让我们之前都讲过了 就是租还没有讲嘛 所以在这里呢提供不动产经营租赁服务 增值税的征收管理的暂性办法 这个规定啊 它是针对纳税人以经营租赁方式出租 他取得的不动产 那么我们要看经营租赁方式 我们知道呢 租赁我们可以给他分啊 融资租赁经营租赁 经营租赁呢 是这个财产或者资产的使用权的临时的让渡 到期了 使用权又拿回来了 那么经营租赁方式 出租 他取得的不动产 怎么取得的呢 依然是包括外来的和自建的 所以我们在这看 是他买的 接受捐赠的 接受投资入股的 自建的 抵债的 那里面有外来的也有自建的 然后这些不动产 用经营租赁的方式租出 增值税怎么寄 关于这部分内容呢 还是先要提示考生朋友们 纳税人提供道路通行服务呢 是不适用于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管理办法的 这个道路通行服务 我之前和考生朋友们在讲解增值税 增税范围的时候 曾经呢 专门谈到过租 在当时呢 和大家强调过 叫停放通过也是租 这个可能大家还会有印象 停放通过也是租 停车场 咱们那个停车的那个服务 还有呢 道路通行服务 我们实际上呢 是把它看作不动产的经营租赁 来对它来征收增值税的 但是尽管 咱们那个停放通过也是租 但是它太特殊了 这个租 因此不适用于我们现在 所说的这个办法 另外呢 不动产经营租赁服务 增值税的税率 考生朋友们 一定要记住 我们回顾一下 我们讲过 不动产经营租赁服务 增值税的税率 在2019年的3月31日之前 是10%的税率 4月1日之后 是9%的税率 它属于增值税第一税率档次的 因为增值税 基本税率比这高啊 之前在4月1号之前 我们说它是 基本税率16%之后是13%嘛 所以这个10%和9% 依然是属于第一税率档次的 另外呢 不动产经营租赁的征收率 是5% 但是呢 对于个人出租住房的 有一个特别优惠的 减案 1.5%征收 接下来还是要提示考生朋友们 我们这一部分 比较繁琐的内容是预争 那么对于不动产经营租赁呢 一地出租 需要呢 预缴增值税 同城的不需要预缴 一地的要预缴 一般计税方法的预争率 建二租三 所以在这里面呢 预争率3% 而减一计税方法的预争率 和征收率是一样的 是5% 建三租5 我们前面都强调过 接下来呢 我们大家再看一张表格 看关于呢 不动产经营租赁 它的计税方法 和因纳增值税的计算 我们大家呢 在学习的时候 一定要仔细先看清 首先我们学习的是增值税 一般纳税人出租 不动产 他增值税 如何计税 那么对于增值税的一般纳税人 我们就要先做出区分 你取得的不动产 你对外出租吗 你什么时候取得的 而且不动产在哪 如果是盈改增钱取得的 盈改增钱 你得到了不动产 那不动产是没有交过增值税 也不会有过进项税的 你没有过进项税 现在你把它出租了 如果之前都没有进项 现在突然说 已经出现消项了 对纳税人来说就不公平了 所以呢 他可以选择 简易计税方法 明明是一般大神 可以选择简易计税方法 主要就是考虑 你没有过进项 现在我也不能够 非得让你去计消项 你可以做个选择 你选择用征收率 那个简易计税方法来计税 同时呢 我们还要去看不动产的位置 是异地还是同县市区 如果是同县市区的 不需要预交增值税 如果是异地的 还需要在不动产所在地去预交增值税 那么好 我们看假定真是异地的 而且他确实选择了简易计税方法 明明是一般大神 他选择了简易计税方法 他需要按照5%的征收率 向不动产所在地的主管收入机关呢 去预缴增值税 这5%他既是征收率 又是预征率 预征的时候用这个 那么向不动产所在地主管收入机关 去预缴税款 然后回到自己机构所在地 要向自己机构所在地申报 他当期全部生产经营的收入啊 等等各方面情况的时候 要向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呢 申报纳税 用的依然是5%的征收率 我们前面说了 简易计税方法 其实他异地预征的 就和他这个项目该征的这个税款 金额是一样的 那么他在预交税款的时候呢 用的是含税的销售额 那么具体来说 他不是出租不动产吗 就是含税的不动产的 这个租金的收入 由于你是简易计税方法 用征收率做价税分离 除一加5% 然后再乘上5% 如果是同线市区的 他就不用预交了 直接就是向他主管税务机关申报 按照简易计税方法 5%的征收率去申报纳税就好了 这是我们一般纳税人呢 他出租的是 应该增之前取得的不动产 他可以有这个选择 简易计税方法 用这种方式去计税 但是如果呢 他是应该增钱取得的 他就没选简易计税方法 坚持使用一般计税方法 或者 他是应该增后取得的 你只能用一般计税方法 大家注意一下 在这儿我写的应该增 钱取得或应该增后取得 在这儿呢 就是应该增钱取得 他自己决定 明明我没近象 我非得就要有肖像 我就用一般计税方法 没近象 这样是零 我也要用一般计税方法 那么如果是应该增后取得的 由不得他选择 因为他是一般那是人 应该增后取得 你就应该对于不动产 肖像简进下 那么在这儿呢 如果使用一般计税方法 依然是异地有预角 同线趋势 用不着预角 但是一旦要用一般计税方法 我们大家就要注意了 一个会涉及到要用税率的问题 另一个呢 就是预征率和征收率不一样 咱们前面强调了 一般计税方法 鉴二租三转让五 那么在这儿呢 我们会看到 按照3%的预征率 向不动产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 去预缴税款 然后向自己机构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 申报纳税 申报纳税的时候 可就要用税率了 因为呢 它是一般计税方法 需要销下减进下 那么在预征的时候 由于是一般计税方法 价税分离 我们正常的是要用税率 做价税分离的 减一计税方法 用征收率 那么在这儿呢 我们看 它应预缴的税款 要用含税销售额除 第一加税率 这个税率可能涉及到10% 也可能的是4月1号以后的 9% 你要看 它的这个租赁收入取得的这个时间啊 然后呢 我们看它的预征率是3% 如果是同县市区的 不需要去预交增值税 直接向机构所在地 主管市务机关申报纳税 使用的是税率去计算它的销项 所以在这儿呢 给大家做了一个小小的归纳 一般纳税人出租不动产的 计税规则 钱取得出租可简易 钱说的是盈矮增钱取得的 你现在出租了 可简易 可以用简易计税方法 计税要用征收率 简易了吗 要用征收率 异地预交5% 后取得出租要一般 全面应该增之后 你取得的不动产 你出租了 你要用一般计税方法 计税就要用税率 异地预交3% 所以呢 念起来还比较顺 钱取得出租可简易 计税要用征收率 异地预交5% 后取得出租要一般 计税就要用税率 异地预交3% 接下来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预缴税款的公式 如果纳税人出租不动产 适用于简易计税方法 计税的 除个人出租住房之外 是要按照下列的公式 计算应该预缴的税款的 拿他全额的销售额 价税放在一起 去除 一加5% 做价税分离 再乘5% 这是简易计税方法 预缴 如果出租不动产 适用于一般计税方法 计税的 预缴的时候呢 我们要用含税销售额 除一加税率 再乘上3%的预征率 就是咱们一般计税方法 建二租三转让五 简易计税方法 建三租五转让五 那么在这里边 价税分离 一般计算方法 用税率的时候 依然呢 是2019年3月31日之前 税率是10% 4月1号之后 税率是9% 下面呢 我们看一个例题 机构所在地 在A市的假企业 是增值税 一般纳税人 2019年3月 在A市 取得含税咨询收入 25万元 我们看到 这就是了 机构所在地 他有咨询业务收入 25万元 发生进向税 8000元 将位于B市的 这可是异地的 B市的 一处办公用房 这个办公用房呢 是2016年4月30日前 取得的 也就是全面银改增钱 取得的 全面银改增钱取得的 他没有进向税的 他把这个办公用房 出租了 收取了 含税月租金 4万元 假企业的出租 房屋 他就选择了 简易计税方法 那么假企业 在AB两市 如何缴纳税款呢 我们先看 假企业呢 他在B市 出租了 办公用房 需要呢 就地 预缴税款 而且 大家看到 他是选择了 简易计税方法的 因为他是银改增钱取得的 简易计税方法 建三租五 转让五 建三租五 在这 租五 用他的含税月租金 4万 除一加5% 再乘5% 这样呢 就算出 他在B市 预缴 出租办公 用房的 税款是多少了 然后我们再看 他的机构所在地 是在A市 他需要在A市 如何纳税呢 一方面 他在A市呢 有他的咨询收入 25万 这也是含税的 题目告诉你了 咨询收入 对于增值税 一般纳税人而言 使用的增值税率 是6%的低税率 所以除一加6% 价税分离 再乘6% 算出了销项税 减题目给你的 进项税 8000 然后 由于呢 他有不动产租赁 选择了 减一计税方法 那么减一计税方法 他的不动产租赁 应该交多少税呢 4万 除一加5% 再乘5% 他算出来的这个税额 要扣除掉 在异地 已经预交的金额 换句话说 要异地 他要是没交足 实际上 在这里 他本身申报的时候 他是要把它全面申报的 异地交了 你得有相应的 交税的凭据吗 有了凭据 减掉 在B市 交过的税金 这样我们就算出 他在A市 应该申报 纳税多少了 接着这个例题呢 稍微改了一下 我们要注意去辨细 机构所在地 在A市的假企业 是增值税一般大审 2019年3月 在A市取得 含税资金收入25万 发生净下税8000 将位于B市的 一处办公用房 系2017年取得出租 收取含税月租金4万元 则假企业在AB两市 应缴纳的税款 怎么算 这个题和我们前面 那个题猛一看上去 是一样的 唯一不同的 就是在B市 那个办公用房 在我们现在 这个题中 是全面 引改增值后取得的 全面引改增值后取得 你本身是增值税 一般纳税人 你就只能够使用 一般积税方法了 因此呢 他在B市 出租办公用房 预缴增值税的时候 用的是含税的4万租金 去除 一加税率 我们看2019年3月的时候 不动产租赁的增值税税率 是10% 我们用一加10% 价税分离之后 不要忘了 乘上 预增率 一般积税方法 建二 租三 转让五 租三 所以在这呢 3% 我们就算出 他应该呢 预缴 出租办公用房的税款了 然后 贾铁 在A市 如何纳税呢 在A市 我们大家看 25万 除一加6% 乘6% 这个和我们前面那个题目啊 没有差异 因为这是他正常经营 在减去 8000 紧跟着后边就有差异了 由于呢 应该增后取得的 我们本身呢 在 对这个租金 在计税的时候 一般计税方法 要用税率嘛 所以4万 除一加10% 乘10% 算肖像 减掉他预交过的税金 所以呢 这个题目和前面那个题目 它是不一样的 考生朋友们呢 一定要特别的小心 接下来呢 是小规模纳税人 出租不动产 因为咱们前面 讲了半天 都是一般纳税人 出租不动产 小规模纳税人 出租不动产 肯定是要使用征收率的 那么具体来说呢 如果是单位出租不动产 或者是个体户出租的是 非住房的不动产 因为住房啊 它那个征收率 它有特别优惠的规定 那么咱们说的是单位出租不动产 和个体户出租的不是住房的 比如他出租一商铺 咱们用的是不动产 那个5%的征收率 但是个体工商户出租住房 是按照5%的征收率 再减按1.5%去计算 这句话呢 有同学老说 你就说减按1.5%就行了 你前面非得要说一个 按照5%的征收率 弄了 我还以为 你得用5%征收率计税呢 那你怎么后边 要冒出一个1.5% 我之前跟考生朋友们讲到过 这种情况 是按照什么征收率再减按 实际上 他说前面的那个征收率 是你价税分离的时候 要用这个征收率 价税分离之后 再乘上减按的这个比例 所以他两个放在一起 说是提示你 用什么价税分离 价税分离之后 又用什么比例去计税 那么对于不动产所在地 和机构所在地 不在同一个县市区的 那么对于这个 个体户而言 就等于他是异地的不动产了 那不动产和他本身 这个机构所在地 不在一个县市区的 纳税人呢 就应该按照上述方法 先向不动产所在地的主管 售价机关去预缴税款 异地依然是有预缴的 向机构所在地的主管 售价机关呢 去申报纳税 如果呢 不动产所在地 和他的机构所在地 是在同城 同一个县市区的 他就不用预缴了 直接向机构所在地 主管售价机关 申报纳税就可以了 另外呢 就是其他个人出租住房 这个其他个人说的是 我们自然人 是按照5%的征收率 在减按1.5%去计算的 他是向不动产所在地的 主管售价机关 申报纳税 不管是同城还是异地的 他不用预缴 就我们自然人 不用说我先预缴 然后回来再申报一下 他就直接 在不动产所在地 向主管售价机关 去申报纳税就行了 没有预缴 所以在这里 我们自然人不涉及到预缴 后面呢 就是其他个人 出租 非住房的 那就不能用优惠的 那个比例了 非住房 就是商铺之类的 依然用5%的征收率 在这特别提醒大家 其他个人 说的是我们自然人 没有预缴环节 只是向税务机关 申报纳税就好了 同时我还要提示大家 就是我们教材 今年新增的一个政策 我们今年要实时的 敲起警钟 要想到这个新增的政策 就是小规模纳税人 月销售额 没有超过10万元的 当期就无需去预缴税款 就是他 比如说 他这个本身 他的收入比较低 不到10万元 是能够享受到 增赦免税政策的 那你呢 就无需去预缴税款 这个呢是咱们今年新增的内容 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 关于具体的计税公式 个体工商户出租住房 按照以下公式 计算应预缴的税款 应预缴税款呢 要用含税销售额 除 1加5% 再乘1.5% 就是按 5%的征收率 然后再减按5% 前面价税分离用那5% 分离完了之后 用那个1.5%的比例 其他个人 出租不动产 如果 咱们其他个人说的自然人啊 如果出租的是住房的 和个体户出租住房 那个规定啊 我们看 应依然是含税的销售额 除1加5% 再乘1.5% 出租非住房的呢 含税销售额 除1加5% 再乘5% 下面呢 我们来看相关例题 假快餐店 是个体贡商户 小规模纳事人 在2019年2月 将一处门市房出租 收取当月 不含税的租金 15万元 取得的租赁收入 应该如何缴纳增值税呢 在这我们看 它是门市房 门市房 它又是小规模纳事人 它就不能用那个1.5% 而且告诉你是不含税的租金 你就不含税租金 直接去乘5%就可以了 接着我们看 以先生出租一套住房 取得年租金4万8 则取得的租赁收入 应纳增值税多少 咱们对于呢 个人出租 住房 它取得的是全年租金 是4万8 你呢要把它平均到个月 你会发现 它连增值税的起征点 都没达到 咱们目前呢 增值税对个人的起征点 是每个月2万 如果你超过2万了 你还可以享受小规模纳事人规定的10万元月销售收入以下去免税的政策 它全年才4万多 一个月它没到了10万 所以呢 它应纳的增值税是零 对于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出租不动产 按照规定向不动产所在地的主管售务机关预缴税款的时候 应该填写增值税预缴税款表 单位和个体户出租不动产 向不动产所在地主管售务机关预缴的增值税税款呢 可以在当期增值税应纳税额中去抵减 咱们刚才前面也举过例子了 它预缴的税款 它回来在向自己机构所在地主管售务机关申报的时候 它交过的税确实是合以从它的全部的应纳税中去扣减掉的 如果抵减不完的可以截转下一期去继续抵减 纳税人呢 以预交税款抵减应纳税额 一定要有证据 你不能说随便说我在外面就交过税了 应该以完税凭证作为合法有效的凭证 说明你确实是交过这个税了 回来才能少交这部分 不会重复去交税 接着呢就是关于出租不动产发票的代开问题 小规模纳税人中的单位和个体工商户 还有呢 其他个人指的就是我们自然人 如果是出租方的话 他们在出租 成租的一方是企事业单位 成租的一方如果是企事业单位 他就需要正式票据去入账啊 因为你正规单位嘛 所以呢 如果出租的一方你看又是自然人 你又是小规模纳税人中的单位和个体户 很有可能呢 他自己对于呢 这个增税征用发票的开具的能力是有限的 尤其像自然人 他根本就开不了增税征用发票嘛 那么他们都是可以向不动产所在地 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去代开增税征用发票的 但是呢 如果出租方啊 各类纳税人 成租方是自然人的 在这我们看成租方是我们自然人 就不得开具或申请代开增税征用发票 因为成租方你是自然人 我们普通人 你用不着增值税征用发票 增值税征用发票 它是抵税的票据 你可以抵扣增税金项税的 那么你作为自然人 你又不是要用这个肖像减进 像要用这种方式去处理你的一些税收事物 所以呢根本用不着给他开增值税征用发票 接下来我们大家再看 依然是涉及到我们全面引改增之后 有预交规定的 那么这个预交规定比较特殊 就是我带着大家呢曾经背过那个口诀 建二租三转让五 建三租五转让五 说的是一般技术方法 简易技术方法 后面还说了一个 房地产开发企业中的一般纳税人 有个租三预收三 那么我们这部分内容就会涉及到租三预收三了 房地产开发企业 不动产经租赁服务的增值税处理 首先房地产开发企业中的一般纳税人 出租自行开发的房地产的老项目 什么叫老项目 全面引改增之前的项目 就是老项目 全面引改增之后的项目 那就是新项目 那么在这里 他出租自行开发的房地产的老项目 他是可以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的 因为老项目全面引改增之前 他没有进项吗 现在你不用去计销项 可以用征收率的方法 那么在这里 是按照5%的征收率来计算应纳税额 纳税人出租自行开发的房地产的老项目 和机构所在地不是同一现实的 按照上述的计税方法 在不动产所在地预缴税款以后 向机构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来进行纳税申报 那么有的同学说 哎呦 你刚才说半天租三预收三 这是我 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前面说的是房地产开发企业一般纳税人 而且应该是一般计税方法的 租三预收三 在这儿 它不是一般计税方法 是简易计税方 简易计税方法跟小规模 那个是一样的 所以在这儿呢 用了5%的征收率 那么如果房地产开发企业中的一般纳税人出租 它全面引改增之后 自行开发 与机构所在地不再同一县市房地产项目的 那么按照3%的预征率 在不动产所在地预缴税款后 向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去进行纳税申报 所以在这里的租三预收三 在这儿是一般纳税人 而且用的是一般计税方法的 有个租三预收三的规则 接下来 房地产开发企业中的小规模纳税人出租 自行开发的房地产项目 小规模的就是按征收率 咱们一般纳税人用减一减的办法 也是征收率是5%吗 这是不动产租赁吗 那么如果涉及到异地出租的 预交税款也是用征收率去预缴 因此在这儿给大家归纳一下 房地产开发企业不动产经租赁服务的增值处理呢 和那个非房地产开发企业不动产经租赁服务的增值的处理呢 它基本上是一致的 就是一般那是人呢 他使用的税率 在2019年3月31日之前是10% 4月1号之后是9% 预征率是3% 因为咱们前面的啊 如果不考虑是房地产开发企业 我们就考虑你是非房地产开发企业 如果你涉及到异地出租这个不动产了 不是建二租三转让五吗 也是租三吗 那么房地产开发企业呢 如果在这里呢 涉及到了异地的出租 它的预征率也是三吗 简易技术方法呢 它的征收率和预征率都是5% 那么我们看上去和咱们前边的啊 我们所说的其他的非房地产开发企业似乎是一样的 但是呢他们有不一样的地方 那么在这里呢 就涉及到销售这个问题 销售啊 我们看房地产开发企业一般纳稳 销售自行开发的房地产项目 增值税征收管理的暂行办法 在这我们也是主要看一般纳稳 适用的范围 是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自行开发的房地产项目 这里的自行开发是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土地上 进行基础设施和房屋建设啊 这是自行开发 房地产开发企业如果是用接盘等形式 购入没有完工的房地产项目继续开发 然后以自己的名义立项去销售的 也属于他销售自行开发的房地产项目 也就是说他从头到尾都是他开发的 还是他接盘了别人 接盘以后用自己的名义 然后去立项销售的都是按照自行开发房地产项目啊 我们来进行增值税的相关处理 那么一般大使人呢销售额对于房地产开发企业 一般规定的销售额是差额不含税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的销售额 我们在计税的时候要注意有扣除 所以有一个差额 扣除完了以后我们再做价税分离 所以在这里面呢 他的差额 我们考生朋友们有没有记得 我前边给考生朋友们 在去讲增值税销售额 这个差额计税的时候 其中有一句 房开政府土地价 就是我们说他们金融商品买卖差什么的 让大家去记 有一句叫房开政府土地价 房地产开发企业呢 它是允许有扣除的 比如说扣除支付给政府的土地价款 这个土地价款呢 它包括是多种方面的 甚至于是拆迁补偿嘛 都属于这里面的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要用它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 减除当期允许扣除的土地价款之后 我们做价税分离 去计算它不含增值税的销售额 那么这里价税分离时用的税率 2019年3月31日之前10% 4月1号之后9% 当期允许扣除的土地价款 按照下面的公式来计算 这个咱们以前从来没考过 我个人感觉难度比较大 这个呢 我们大家了解一下 考试的几率 咱不能说没有 但是是在10%以下 当期允许扣除的土地价款 用当期销售房地产项目的建筑面积 它是他销售的建筑面积 去除房地产项目可售的建筑面积 就是你当期销售的去除 你一共可售的 比如说你卖了这个1000个平方 你可售是1万个平方 用这个比例乘上支付的土地价款 紧跟着提示考生朋友们 关于差额的内容和单据 既然在这里涉及到房地产企业 差额积税问题 那么差额差什么 土地价款 这土地价款指的是什么 是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 或者受政府委托收取土地价款的单位 直接支付的土地价款 所以在这我们看像谁呀 政府土地管理部门 受政府委托收这钱的单位 直接支付的土地价款 那么具体来说包括什么 支付的征地和拆迁补偿费用 土地前期开发费用 和土地出让收益等等 这些方面 因为咱们现阶段的 有的地方政府搞那个土地的一级开发 是政府先从老百姓手中 把这土地拿过来 他自己就先做了开发 然后再把这个开发了 做了一级开发里面 什么三通一平啊等等都做好了的 再把这个土地给相应的房地产开发企业 那么等于政府 它是有前期投入的吗 所以在这里呢 土地价款不仅仅涉及到 我们说你有出让金问题 还有政府的一些前期投入在里面 在计算销售额时 从全部价款和价位费用中 扣除的土地价款 应当取得省级以上 含省级财政部门 兼制印制的财政票据 财政票据上著名的 相应的这些款项 我们才能从销售额中扣除 如果不是财政票据 是税收方面的票据 是经营票据 不能够纳入扣除 因为你要是经营方面的票据 你那边你就应该给我开 增值税的征用发票 你就应该呢 有相应的税金 你的肖像就是我的镜像 我就扣税了 用不着扣额 这扣额是我拿不着相应的经营票据 一般纳税人呢 应当建立台账登记土地价款的扣除情况 扣除的土地价款呢 不能超过纳税人实际支付的土地价款 紧跟着 我们再看 特殊项目的销售额 就不是差额了 而是全额不含税 这个针对的就是一般大使人销售资金开发的房地产的老项目 老项目 就引改增值钱的 那你就可以选择简易计税方法 简易计税方法 你就用了5%的征收率来计税了 那么用5%的征收率来计税 我们看 如果一旦选择了这个简易计税方法 就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为销售额 不能扣除所对应的土地价款 一经选择简易计税方法计税的36个月内 就不能够再变更为一般计税方法来计税了 那么这里的房地产的老项目 比如说它著名的合同开工日期 在2016年4月30日之前的房地产项目是老项目 另外呢 就是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没有著名合同开工日期 或者没有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但是呢 建筑工程承包合同著名的开工日期 是在全面引改增之前的 那么这些呢 都是老项目 接着呢 就是关于预收款的这个规则 咱们前面一直在强调 因为这部分内容特别难 以前考试基本上是不涉及的 在现实中呢 也是常打架的这个问题啊 那么对于预收款 它预交税款 一般纳税人采取预收款方式 销售自行开发的房地产项目 应该呢 在收到预收款的时候呢 是按照3%的预征率 预缴增值税 就是我们说的租3预收3 这预收3在这就出现了 因为预缴的税款 在取得预收款次月的纳税申报期内呢 向主管事务机关呢 去预缴税款 预缴的时候呢 就是拿预收款 这预收款我之前也说过 因为房地产开发企业 它的开发周期特别长嘛 它有可能这个楼盘一下呢 三年才真正完全的去建好 那么它呢 在建好之前 它也会向咱们的这个购买 购买方啊 说我要预收一些钱 那么它收到的预收款 咱们是要对它预征增值税的 拿预收款 除一加适用的税率或者征收率 这里的税率还是征收率 关键是看 它用怎样的计税方法 是简易计税方法 还是一般计税方法 然后乘上3% 用一般计税方法的 我们就需要用税率做价税分离 这个税率在这我不再重复了啊 还是要说 2019年3月31日之前和4月1日以后 那税率是不一样的 然后这里的征收率呢 是5% 因为不动产的征收率 本身呢 它就是不动产转让啊 它征收率就是5% 所以呢 在这儿我们大家呢 对这个税率征收率 我们要注意做出区分 同时后边的3%是预征率 大家不要搞混 下面呢我们看相关例题 某房地产企业是增值税一般 纳税人 它的一个房地产的开发项目 在2019年的1月收到预收款2000万元 那么应该在2月的申报期内 向主管税务机关预缴税款 预缴多少 它的一个房地产开发项目 在这儿呢 它说的是2019年1月收到的预收款 它没有说是老项目 它又是一般纳税人 那你就按照一般计税方法 那么这2000万除在2019年1月 不动产转让的税率是10% 所以除以加10%做价值分离 再乘上3%的预征率 接着我们再看这个例题 某房地产企业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一个房地产的老项目 2019年1月收到预收款2000万元 这个企业呢 也选择了减易计税方法 那么应该在2月的申报期内 向主管税务机关预缴多少税款呢 拿2000万除一加5% 因为它用了减易计税方法 它选择了 然后再乘3% 租3 预收3 好 关于一般纳税人的进项税 销售自行开发房地产项目呢 兼有一般计税方法计税 减易计税方法计税 免征增值税的房地产项目 而无法划分不得抵扣进项税的 它需要按照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上著名的建设规模为依据呢 来进行划分 那么划分呢 依然用的是分摊的方法 我们看一下 我们要计算一下 因为你用减易计税方法计税和免征增值税项目 你是不能够去抵扣进项税的 那么不得抵扣进项税呢 用当期无法划分的全部进项税 能划分的不放在这 能划分的该抵的抵不该抵的就不抵吗 这是划分不清的一块用的 乘上减易计税 免税房地产项目的建设规模 占房地产项目总建设规模的比重 分担出呢 它不能够去抵扣的增值税的进项税 接下来呢 是关于房地产开发企业一般纳税人呢 它的纳税申报的规定 这个地方呢 我们了解一下 因为它没有难度 我们后续呢 增值税呢 它的全面的这个纳税有发生时间和纳税申报规定 我们后面都要说 在这呢 你就知道什么呢 一个呢 就是房地产开发企业一般纳税人呢 如果他用的是一般计税方法计税的 他确实应该按照税法规定的纳税业务发生时间 一般情况下 他们都是一个月 除非它规模特别大的 是一个月以内的啊 以当期销售额和试用税率 试用税率呢 在今年的3月31日之前是10% 4月1号以后是9%吗 来计算当期的应纳税额 抵减了预缴税款后 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他没有抵减完的预缴税款 比如他预缴特别多 当期真正实现销售的没有那么多 那么就可能呢 等于你的肖像税小 你那边已经预缴的 那个税款金额特别大 那么你当期实际上就用不着去再交税了 而是把没有抵减完的预缴税款截转 这下一期呢 继续去抵减 一般纳税人销售自行开发房地产项目 如果适用了是减易计税方法计税的 也是要按照规定的纳税务发生时间 用当期的销售额和征收率 这征收率呢 是5%来计算应纳税额 如果它涉及到呢 有预缴税款的 也是你算出应纳税额 减掉你预缴的税款 如果预缴的税款金额特别大 你应纳税额特别小 那么你预缴税款没有减完的可以截转到下期呢 去继续抵减 接下来呢 发票开具 一般了解 一般纳税人销售自行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呢 因为它本身就是增值税的一般纳税人 它就是可以自己去开增值税的发票的 一般纳税人嘛 它有开具增值税证发票的这样的资格 一般纳税人呢 如果是向其他个人销售自行开发房地产项目 就不能开增值税的证发票 因为呢 其他个人说的是我们自然人 他要增值税证发票没用 他不能抵尽项目 他也不能当一般纳税人 各位冬奥会计在线的学员 我们呢 讲了非常繁琐的两大节 很多考生都是在学这两大节的时候 觉得特别的难受 但是我前面就说了 你把那个建二租三转让五 建三租五转让五 租三玉搜三 你先把那个记下来 然后呢 我们后边是有归纳的 这个归纳和我习题班的归纳还不一样 我习题班呢 会站在一个比较高的高度去归纳 因为呢 我们有不同的学习阶段嘛 我们这个学习阶段呢 是前面我搭了框架让你看到了 中间填填填填填了很多很琐碎的东西 然后走到这儿是回过头去归纳 习题班是我们站在一个很高的角度俯瞰 现在我们不是俯瞰 是回眸 再回首啊 云没折断归途 然后我们在这儿呢看 注意几个行为的 差额 继续变细 首先建筑业 建筑业呢 它是有差额寄税的 扣分包 差额预交 哪怕它是简易寄税方法 也是差额来寄税扣分包 一般寄税方法呢 是全额寄销项 但是预交的时候 它也是差额的 所以在这儿呢 我们看扣分包 差额寄税 我就没说它是简易 还是一般 它都得是扣分包 差额寄税 简易和一般都是这样 然后简易寄税方法呢 就是扣分包 差额寄税 但是一般寄税方法 你算销项税的时候 你可别扣分包 那分包 你得等着人家 给你开增税证发票 你去捡镜像 而不能够从销售额中 直接去捡分包款 你是预交的时候扣分包 正式寄税的时候 分包你得拿增税证发票来 接着我们看 租赁不动产 我们也是回眸一下 租赁不动产呢 其实是最简单的 它没有差额的规定 它是全额预交 全额寄税 就是它没有差额 接着 转让外购的不动产 和转让自建的不动产 规则不一样 我马上想 转让外购的不动产 外来的 扣原价 差额寄税 这里有差额 扣外来的扣原价 减易计税方法 也是差额寄税 一般计税方法 那 是全额寄销项 那你那原价 你就不能减了吗 你预交的时候 你是差额预交 你全额寄销项的时候 你就不能够减除 原来购置房产的这个价格了 因为原来购置房产的那个价格 你都选择了一般计税方法了 它应该是有镜像的 你早就讲过镜像了 所以在这我们看 转让外购不动产 扣原价 差额寄税 减易 差额寄税 一般全额寄销项 接下来 转让自建的不动产 这个 不是外来的 而且我们看 非房地产企业 自建的 没有差额 全额预交 全额寄税 这自建的 一定注意 没有差额 外来的不动产 转让才有差额 接着就是房地产企业销售 自行开发房地产 它有一个预收款 3% 预交 减易 全额寄税 如果是一般寄税方法 扣土地款 差额寄销项 这样的 我就把前边的 哪些要差额 什么情况下 是全额 带着大家梳理了一下 配合着建二 租三 转让五 我们这么复杂的内容 我们考生朋友们 应该 能够达到 基本掌握的 一个程度 然后呢 我们是循序渐进吗 然后呢 我们后续做一些题 之后呢 我们在习题班 还要带着大家 俯瞰一下 这部分内容 是很容易突破的 各位冬奥会计在线的学员 我们增值税的过山车 正在高位翻转 大家 俯稳 坐好 考生朋友们 辛苦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